爱心狗场一遭人下毒 15只狗口吐白沫死亡 看着心爱的狗狗 以口吐白沫身体僵硬 躺在路边 新竹县的63岁爱狗妈妈 五零零 边呼边喂狗收尸 她无法理解 为何有人的心可以这么狠 一口气毒死15只狗 连小狗也难逃魔掌 她是拿便当上来喂狗 不是 她有些丢到房子里面 就给我进去让他们死 连赞助我妈妈的90多岁爷爷知道货 也是老泪纵横 你不要哭了嘛 她也在喂流浪猫流浪狗 我妈妈十年来 收养了上百只流浪狗 还买下山上的这块地 修容他们 三天前 她上山喂狗时 看到狗已被毒死 旁边已有装毒耳的容器 这是剧毒 因为她毒完之后 狗吐白毛 然后又吐血出来 有邻居曾跟五妈妈抱怨 狗狗咬死他们的鸡 还随地大小便 但她喊冤 狗狗都关在屋子里 不可能随便乱跑 是她收养太多流浪狗 邻居才这么说 我们现在今天先把 这个死亡狗前置代表化验 警方将进行调查 若有人毒狗已触犯刑法 且可依动物保护法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动新闻正式虚无头命啊 报导